无为福圣分第十一 经文上讲说 虚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氏 如是沙等恒河 恒河的沙每一颗沙又变成恒河 以亿云河四支恒河沙凌为多佛 所有恒河的沙都变成 每一颗沙都变成恒河 那么多的恒河 又里面那些沙有多少呢 那真的是很多 所以虚菩提如说 甚多 世生 但知恒河尚多 无是何妨其沙 西菩提 我今思言告如 这个世生讲说 跟那个西菩提讲说 我今思言告如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七宝 满耳所恒河沙 是三千大千世界一用布施 这个没有办法算了 没有算是现在的电脑口 没有算不出来那么多 要那么多的来七宝 来满 以七宝满耳所恒沙 是三千大千世界一用布施 得福多佛 虚菩提也 甚多 当然是很多 没有办法计算的多 世生 活告虚菩提 若善男子善女人 以此今中 乃至受此事 既等 为他人说 而此福德 圣前福德 你看我们现在在这里 互相在这里参加 大家互相来研究 这个经浪金 我们的功德有多大 大大比用 那个 那个恒河沙士 以上天大千世界的七宝 去布施的福德还大 你看我们 这不是我讲的 世界的世尊讲的 确实有没有这个功德 确实有这个功德 因为我们 我们一般现在 我们感觉到不出来 我们现在感觉到不出来 所以我们来继续 把那个自解看一下 自解上说 若以有为法 受人天的福报 而造恶提 斗三恶道 是罪报 法生无为无相 不斗之事 所以 所以为 活真 活真法生 有如细空 就是说我们的真正的 那个功德 就是活真法 生有如细空 有为法 有生相 至相 灭相 有生至亦灭 就是无常 所以世间法如幻如化 虽有不实 佛愿一切众生 离苦 得乐 若无剥弱之 世间法 看不破 就无法修剥弱之法 再讲无为法之功德 恒沙漆 保不舒 福德无垢人天 若人以此 金中救命 治理 必证菩提之果 证果的功德 无与伦比 最大的功德 就是说 我们做十金刚金 可以证果 而且 我在那个 YouTube上 已经上了 有一个 到了地域里面去的 那个法师 回来告诉我 我们 那个颜伦网跟他讲说 你回去要练那个 金刚金 因为金刚金是功德金 是这样 这是 斯嘉世贞自己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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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金的功德 有多大 我们慢慢来介绍 好 好